96年贤哥出了一个凶的 绝对大哥级的人物 说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打仗的 人家是怎么办事的 而且说你看啊 怎么对贤哥够用的 咱们别着急一个 说你看今天的故事牛不牛逼就完了 这一时刻咱们闲言少叙 输归正传 给大伙带来今天的故事 在当时1996年的长存 说社会上的局势 分为这么几个派系 在当时南关区 或者说整个长存 你看这几个社会的分火 在二道基本上就是火中贤 和当时这个老歪的天下了 南关不用说 小贤必须自个独坐南关 像宽城有大庆交捷 还有当时方山东的一帮残鱼势力 像当时什么江洁江洪 当时都在这个宽城 包括东辉都回来了 跑宽城去了 不在二道混来 说你看当时最乱的 莫过于当时的朝阳区 有后起之秀 梁旭东这个突然崛起 还有一帮这个老江湖 像这个邱刚啊 邱虎啊 四掌柜啊 等等等等吧 说汽车厂 简单来说吧 说还没怎么乱 有这个于昌江 于昌海 刘俊 高湛南他们 说你看当时绿园区 是最为稳当的 有谁呢 有当时这个孙华山 那你看咱们今天的故事 发生在哪 发生在当时的朝阳区 哎 也就是咱们大伙所熟知的啊 张希果二哥 说在他这个酒店之内 赶到这一天 发生了一个大事 大伙别着急 咱们从这开始 故事可就来了 来到九六年 在当时黑龙江隋化市 想必这个城市吧 咱家老哥们都基本不陌生 因为他不是一个县级市 他是一个地级市 紧挨着当时这个哈尔滨 而且旁边就是大庆 说你看赶到这一天 不是别人 隋化市的这个范玉 很多老哥们也都知道 四哥 哎 范四哥 范玉嘛 手下的几个兄弟 刘本一 高涛 这是手下的两大猛将 职业啊 人当时给这个范老四 出去跑事 要账 哎 办点什么事 这是人家职业兄弟 绝对社会 赶到这一天 上长春来办事来了 办得要账的事 哎 特意从隋化赶到长春 找当时一个厂子的老总 他该犯事前 当时一共是欠了十六个打不了 连本带息 总共拿了二十万 欠了一年多了 说你看这几个兄弟 来也没费什么事啊 到这就把这二十万给求走了 说你看这哥俩 在二十万一求着 哥呀 要是你 你也能开心 因为那个年代啊 跟大哥走社会 玩江湖的 说手底下的兄弟要是有点闲了 大哥也不计较 哎 给自个办点事 说储蓄要点账 账要回来了 你放松放松 玩一玩 花个万八千的 大哥根本就不在乎 玩吧 说你看 当天晚上 刘北一 还有当时这个高涛 拿出来二十万 大哈哥 还不好赌呢 哎 先是找个饭店 北一也说了 说当哥 说你看 咱俩把这二十万 咱俩是不是得那啥呀 哎 费劲巴拉要出来的 咱俩可长春也潇洒潇洒呗 哎 这长春没来之前 我就听说过 号称小农馆 哎呀 这南农馆 北长春们 都老好了 行 放松放松 玩一玩 我估计咱俩 今天晚上就可劲的扑了 有机把五千块钱够了 你说这俩人一合计 说行 那就来吧 正说来呢 哥俩当时 葛长春 找了个饺子馆 哎 葛这块吃的饭 在吃饭的时候 这哥俩给这喝的酒 谁都没想到 说你看那个年代 跟现在不一样 到哪去 说一个电话 扒着一扫码支付了 但是那个年代 既不能刷卡 又不能扫码 都得是现金 所以说你看 当时捧那个大皮包子 里边割了二十个打不了 你到哪去 都他妈闲眼 哎 这晚上 说句实在话 贼不走空 不怕贼偷 还怕贼惦记呢 在他身后这座 这俩小子 一个叫虎子 一个叫小略 干啥的 朝阳区职业偷 按咱们以前东北话 这个职业术语 叫乾坞 哎 专门是掏包 夹票 干这个 说你看这个小乐 一丑 虎哥 啊 说你回脑袋 你看那俩小子 拿那个包 我姑们里边 肯定他们是现金 啊 最少他们得有十多万 咱俩整他一下 这一丑 他妈挺肥呀 而且我不知道 你住没住意 这俩小子唠嗑 他们不是本地人 啊 外地的 咱俩完全可以瘦瘦的 行啊 一会儿找个机会 给他下了吧 别下 瞅这俩小子 他妈体格 指定占点社会 咱俩爱顿揍犯不上 一会儿 咱俩看他找个机会 往处夹点 哎 夹多少是多少呗 行 这一说行 这俩小子来了 说你看啊 这俩小子也不正经吃饭了 搁这块盯着 当时这个刘北一 还有高涛 哎 听他俩给这唠嗑 没有四十分钟 这俩小子吃完了 那心里美滋滋的 手里踹着二十万 说一会儿 他妈行的找个丫头 多好啊 明天咱们再回这个黑龙江 随话 想的挺好 你说就刘北一 高涛吃完饭 结账的功夫 高涛拿鸭签 哎 搁这巴巴剃牙 当时这个老板娘 长得挺漂亮 哎 高涛他们属实挺赛 多大了 老板娘一瞅他 说你看我今天都三十一了 我孩子都九岁了 哎呀 你这结婚挺早啊 他可这块烙 这边刘北一 说你看拿个包往出结账 哎 拿着钱 巴巴一张一张往出查 你说这工夫就来了 小虎子一瞅 说我过去 我给你打掩护 你过去掏 行 这一说行 得 小虎子 巴着一过来 大哥 哎大哥你好 说话功夫 紧贴着刘北一 大哥 说我打听个道啊 这出门的 我想问你这个电视台咋走啊 刘北一瞅他一眼 说哥们 不知道啊 我不是本地的 说话的功夫 这边小乐可就来了 这么长的大镊子啊 得有他妈三四十公分 不锈钢的 往这包里边扒着一下 这里边是有手法的 叫你神不知鬼不觉 咱得佩服这帮玩意 属实他妈挺厉害 啪一夹 啪一夹 哥这块连续夹了六下 因为这边烙壳快烙完了 他也不敢多夹 就这六下 那就是六万块钱的 啊 一下就一打 而且说叫你神不知鬼不觉 他横跨个皮包啊 啪叉往兜里一放 这边一捅过小虎啊 虎哥 咱走吧 说不行打出的车问吧 行 谢谢你大哥啊 一百万手 这俩小的跑了 刘北一和高涛 鸡毛都不知道 呀 你这只要是火了 都不知道 不知快乐 我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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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刘北一和 明天转过小虎 也有个湾